心灵丸岛 忙碌了一天 此刻你需要心灵的休息与沉淀 心灵丸岛是你心灵的加油站 为你加油 为你充电 亲爱的朋友平安 很高兴又在心灵丸岛的节目当中 和你空中相见 今天又到了打开佳佳音乐盒的单元 一样要继续和你分享另外一首优美的交响曲 而今天在空中要和你分享的乐曲 就是拉赫曼尼诺夫的一小调 第二号交响曲第二乐章 先前我们在节目当中介绍了 有关交响曲的定义 交响曲的结构 以及古典和浪漫交响曲 那么今天在空中 大家要和你分享的是有关20世纪后的交响曲 事实上在传承19世纪交响曲 以及20世纪交响曲 并不容易做非常明显的区分 原因是因为有不少的作曲家的创作风格 是横跨这个分界点的 那么今天在节目当中和你分享的这首 拉赫曼尼诺夫所写的一小调第二号交响曲第二乐章 这位音乐家是来自俄罗斯 说到俄罗斯呢 相信很多人还会想到另外一个非常杰出的音乐家 那就是采可夫斯基 采可夫斯基也创作了无数的交响曲作品 而拉赫曼尼诺夫呢 他有三首交响曲 其中他的第二号交响曲 也就是我们今天在空中聆听到的这首乐曲 是充满感伤的斯拉夫情调 相当受到世人们的欢迎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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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于西元1873年 于1943年在美国加州比利弗山庄过世 是作曲家、钢琴家、指挥家 他出生在一个贵族的家庭 九岁的时候进入圣彼得堡音乐院就读 三年级后转到莫斯科音乐院就读 并在西元1892年已经排毕业 在同一年他开始在苏联境内展开巡回演奏 1899年则是以作曲家、指挥家与钢琴家的身份 在伦敦登台 不过在当时因为乐团的派系抗争 拉赫曼尼诺夫的作品竟然被批评得体无完肤 导致他之后对自己的作曲才能失去的信心 甚至一度还精神衰弱 索性经过心理医师的疗程之后 重拾信心 创作了第二号钢琴协奏曲 大获成功 并且还获得格林卡奖的肯定 西元1909年首次访问美国 首次演出了第三号钢琴协奏曲 受到第二号钢琴协奏曲成功之后的激励 不久拉赫曼尼诺夫就发表了交响诗 死之鸟 紧接着他又写作了第二号交响曲 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听到的这首曲子 是拉赫曼尼诺夫所有三首交响曲中 最杰出的一首作品 这首乐曲当中富有它的独特风格 因此非常受到欢迎 那么今天节目最后 大家就要在这首由阿肯逊纳吉指挥 带领的音乐会堂管弦乐团 所演奏的拉赫曼尼诺夫一小调 第二号交响曲第二乐章 向你互答再见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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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